4月15日郭富城作为某品牌手机形象大使 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正式签约仪式 当问到这次是否历史最高广告费时 天王表示自己只是享受工作的过程 并不关心这些 照相机以及照相机留下领牌 而我们的王牌主角呢也是朱莲飞合 我相信两者的理念不谋而合 这一次的一个非常节奈 好 请蔡冬把这一个特别的手机 你非常漂亮的那一部 我蛮享受这个过程 我蛮享受拍摄广告的过程 之后的推广 就是我做了很高 然后对于你刚刚所做的 有多少的天价会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高 郭富城表示自聚光景鹏导演像十多年 但这次还是第一次与他正式合作 光导演很会引领演员进入状态 接下来两人也可能会在光导心血的一部 歌舞电影中再次联手 我认识很久 但是在广告中 天里面或者电影里 你建议我们准备 今年的话是明年 所以要不电影 然后在海里面合作电影前呢 这个广告就是 我第一次跟官导演合作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很新的一个导演 就是作物电影 作物电影 谈到婚姻那事 郭富城坦言自己现在只醉心于工作 暂时还望全面有结婚的念头 能够在电影里扮演别人的爸爸 已经知足 我许会跟着工作结婚 跟我的工作结婚 希望生很多孩子 做很多 所以 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真的 一秒钟里面都没打过 连一分一秒里面都没打过 要结婚的念头 反而有些时候 在拍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说之前拍了自己的电影里面 也做我爸爸 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蛮痛苦的 尤其是泰湾主席的 所以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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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